夫妻的世界 新手妈咪小英 生下小宝已经五个月了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皮松肉散没有恢复 想起几天前的朋友聚会 Mary聊到 自己努力的三个月 就送回孕节体重哦 Julia分享 孕节淡化热成文哦 那屏膀超有效的 老公小明听得点头如捣蒜 仿佛认同产后 本来就能顺利恢复 小英不禁问自己 我的外貌都变了 老公的心是不是也会变呢 摸着脸庞的双手 湿了 啊 是泪啊 什么时候 泪就这样 呼素素的流了下来 此时 熟悉的气味回家了 小英走出房门迎接 是蛋饼 小明竟带着小英最爱吃的热松蛋饼回家了 还热情邀她一同吃宵夜 小明按着什么心眼 小英不想知道 她只想赶紧熬过这一切 怀孕以及产后 因为荷尔蒙变化 妈妈容易产生情绪的起伏 特别容易紧张烦恼 一件小事情 可能都成为情绪的引爆点 尤其如果是 非预期怀孕心理建设不足 或是过去曾有忧郁倾向 缺乏自信 甚至个人属于完美主义者 都会让孕产妇更容易忧郁焦虑 这时候家庭陪伴者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建议孕产妇们不妨适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 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一方面可以调节自己的身心 另一方面让身旁的人知道你的需求 面对情绪起伏较大 甚至可能突然落泪哭泣 伴侣记得专心倾听她的需求 了解她的想法 记得你的倾听与陪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如果需要 可以利用专业亮表 提供妇女座筛检工具 例如爱丁堡周产期忧郁亮表 透过的问卷题目 了解自己的心情感受 并且作为是否进一步 需要专业协助的参考 产前忧郁的治疗方式 与产后忧郁症很像 孕妇可以借由心理智商 药物控制 运动以及饮食得到改善 另外透过一起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 夫妻一起学习 互相支持或寻求资源 是非常重要的 保允议室有好多妈妈面对新生命 还有自己产后的变化 生完产后 肚皮的松弛 感觉像回不去 但是后来在先生的陪同之下 一起运动改进 再加上找医师 一起来协同治疗 其实后来恢复的也很好哦 记得 当妈妈的路上 你不孤独 家人医疗团队都会陪伴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